廣東人很喜歡吃白粥油炸鬼,還要加碟腸粉 這是他們很喜歡的早餐 這個配合在大排檔很多時候都很受歡迎 而在炸樓裡面也有這個腸粉吃 要麼就是豉腸、炸亮、叉燒牛肉、糞料、蝦 現在已經更加進步到有很多齋的腸粉 我今天介紹這個叫做粉卷 是利用這個齋腸粉加些糞料去蒸一蒸 這個蒸粉卷的材料當然就是要齋腸粉 我要四條,裡面的糞料有冬菇、乾素肉絲和甘筍絲 這三樣東西的,冬菇四隻就夠了,大約半盎司 這個乾素肉絲也是半盎司,甘筍是三盎司 有個調味給這個糞料的,就是冬菇味粉的大約四分三茶匙 醬油膏一個茶匙,糖百分一茶匙,少許麻油和胡椒粉 還要四分一杯的水,汁料就是淋在這個腸粉上面的 不是普通的豉油味來的,我們是要加些調味去煮它 就是要老抽一油二分一個湯匙,冬菇味粉半茶匙,糖半茶匙 水是要兩個大湯匙,再加少許麻油 先介紹那個糞料如何做法 因為這個冬菇和乾的碎肉絲都是乾品,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浸透 因為份量不多,所以我們不需要特別去處理它 只是把它浸透透,拿乾水洗乾淨,冬菇就切又絲了 那麽甘筍也是刨皮切又絲,首先我們甘筍略微爆一爆它,就拿起它 而另外這個冬菇絲和素肉絲,我們可以一起處理的 用少許油爆香之後,就把汁料加進去 拌勻了,就加上四分一杯水,把它用中火煮至乾身 在它將近乾身之前,加上一些甘筍絲,拌勻了 拿上來略為攤凍,這個就是那個糞料來的 那麽我們有四條腸粉,把它打長一切為二,總共有八分 那麽我們的糞料也要分為八分 那麽,在加拿大來說,很難買到很新鮮的腸粉 因為超級市場,我們去的時候一早已經一包包包好了 那麽如果一天賣不完,第二天它就是比較硬 所以你買到很新鮮的腸粉機會是不大的 不過我們要做這個蒸粉卷,我們的腸粉不可以太硬的 否則我們把它攤開一塊的時候,就很容易撕碎它了 那麽所以呢,你就要趁它這個星期六日,它就有新鮮腸粉到的時候 你買回來就要在一兩天之內立刻做了 否則你遲了做,它硬了效果就不好的了 不過如果在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容易買到腸粉的朋友呢 你即買即做是隨時很方便的 那先跟大家說一下,怎樣把這個腸粉攤開它 因為它比較是黏性,所以它有些油塗在這裡就卷一條 那麽如果這個腸粉本身是很軟的話呢 你攤開的時候很容易撕碎它 如果它很硬的時候,你也會很容易撕碎的 那麽我們怎樣呢,就要用水濕了手指 用水濕了手指,放在這裡 慢慢把它很小心地慢慢攤開它 如果你不攤開手的話,它又很容易黏住手 那你就更加容易弄斷了它,或者是撕碎了 那總之你把它攤平了 在砧板上攤平了你的腸粉之後 就把你百分之一份的餡料鋪在上面 然後好像捲壽司那樣捲起來了 捲起來了之後,就把盤口向下放在一個掃了油的碟上面 排好之後呢,我們就是用隔水大火蒸它五分鐘 那蒸好了之後,就另外把我們煮好的汁料淋一點上去 或者你可以用那個豉油碟裝著,跟著另外上去 這樣就造成一個很合理口味的 因為很好味的真的 的腸粉造成的蒸粉卷了 希望有時間,你不妨試一下吧